读书会 各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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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我彌陀佛 彌陀佛 时间过得很快 我一个礼拜 所以 每个礼拜 都可以在读书会 跟大家见面 真的感谢各位 给我 有机会 能够有红华的音乐 所以也是让我有成长的机会 因为有你们 所以我才能够红华一生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因为要准备这些东西 准备这些讲稿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 无形当中 这样几年下来 慢慢就累积了一些的文字 所以这是以后 虽然人不在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不在的 师父也会往生 师父不只会生病还会往生 所以当我不在的时候 至少啊 这一期的生命 没有掰来的 还有留下一些的文字东西 跟大家节约 所以人生当中 立功立德 立元 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留下一些的 善的东西 能够留给未来的众生 能够有姻缘 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的 这一期生命啊 潜知 潜见啊 所累积的东西啊 所以好不好 就我不晓得 因为这要以后的人去 评论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所以 这是一个因缘 所以 慢慢的当中 累积了这些的因缘 以后呢 会把它结起成车 把它注印出来 跟大家结缘 毕竟 有时候大家在这边听啊 听的东西还是不容易理解 但是呢 透过的文字 再看的话 可能一次两次啊 这样子的话 应该印象就会更深刻 所以我们等待那个因缘 居住 那我们一样继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六处大师啊 宝宝谈清的内容 请大家换到四十九月 四十九月中间 中间这里 失事众云啊 善知事 何敏作禅 此法门中呢 无障无碍 外语一切 善恶敬见 信念不起 明为座 内见自信 不动 明为惨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做作禅作禅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作禅的名相 这两个字 意思呢 我们把它理解清楚 慧宁大师呢 有位大众 开始说呢 各位圣诗师 大家与会的各位圣诗师 什么叫做作禅呢 怎样才叫作作禅呢 作禅这个法门啊 在这个法门当中 它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所以没有了解 作禅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只要呢 对于啊 我们外面的一切好的境界啊 或者是不好的境界 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 心念啊 心念都不被外境所动摇 好跟不好的时候 你的心不会被外面所动摇 我们讲的 无喜亦无忧 没有欢喜 也没有所谓的忧愁 看到好的 没有受很欢喜很高兴 看到不好的 你也没有什么恐怖担忧 那就是你的心是什么 是不动的 这叫做做 这叫做做 而不是说呢 身体坐在那边 好像在打坐一样 就是说这叫做做做 所以意识 不是只有在表象上的功夫 是真正内心的 不动 心能够不动 那呢 这是对外 对内呢 你要能够关照到什么 关照到你的自性本体 就是你对外 你能够被外境不动 但对内呢 你还要什么 还要看你自性本体 自性的东西 我们讲的法身的那个真理啊 真理是什么 是没有动摇 没有来去 就像我们讲的如来 如来的意思就是佛 如来就是无所来也无所去 所以我们的佛性是不动 也没有来也没有去 这才什么 这才叫做禅 禅的意思就是什么 这简单解释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智慧 前面你心对外境不动 那个是一种定力 但是你现在能够看到自性本体 没有来去 你能够这样关照 那这个就是你的大智慧 所以呢 这叫做禅 其实做禅的意思 也是在讲定慧而已 所以那你的修行不外乎定慧 那当然前面就是什么 一个词戒 所以戒定慧是三五落学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定慧就是你能够对外境不起心不动念 那就是什么 定力具足 对内能造见自性本体实相 那就是什么 智慧具足 所以这是讲做禅的意思 接着下一段 善知识和明禅定 外移向为禅 内不乱为定 外诺着向内心气乱 外诺离向心气不乱 本性自静自定 只为见静施静 激乱 若见诸静心不乱者 是真定也 所以他在进一步解释 说各位三知识 什么叫做禅定 就是呢 你能够对于外面呢 能离一切的诸相 就是你看到外面的时候 一切的诸相 能够不执着一切相 不被好坏的镜相所影响 那这个叫什么 就是禅 那在内心里面 不乱起心 不乱动念 不会一直在那边打妄想 那这个就叫做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执着呢 执着在外向的时候 见好向就生欢喜心啊 那见坏向就生恐怖忧愁心 那这样子呢 就是动心了 心呢 你一动就会乱了 所以我们说经常看到恐怖的 就会害怕嘛 所以记得就是有一个人 那被鬼缠身啊 那经常呢 就是被一个 不知道是他冤亲在主 还是什么鬼缠住他 搞到他呢 真的是身心很疲劳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 摆脱这个 这个冤亲在主的 这个干扰 有一次 就跑到寺庙去 请求师父帮帮忙加持 师父说啊 好啦你来到寺庙 应该可以安心啊 那 但是这是你过去世的 冤亲在主啊 所以是你欠他的 那当然呢 可能躲在寺庙 还是没办法完全保障你 都无事了 但是呢 重点是你一定要什么 要定下心来啊 他说那是我定力不过啊 没有打坐啊 定力也不过 怎么办 法师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那师父帮你呢 用这个什么 诛杀 诛杀本来就被避邪嘛 我用红朱砂呢 朱砂呢 在你的身上呢 写了一部 波瑞波罗蜜多信经啊 这样子就可以防身喔 所以呢 你就可以安心了喔 所以呢 你只要这样子 安心下来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师父呢 就在这个居士的身上呢 就写了 波瑞波罗蜜多信经一部啊 在他全身这样子喔 那结果呢 就教他在门庆座就好 到了三更半夜 啊 真的 这个声音一起来 凉风一来 就开始恐怖的 这个情节就来了喔 那真的就看到那个鬼啊 真的就在这个寺庙上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他是坐在那边 鬼就在那边 旁边绕来绕去 就是没有看到他 因为他有波瑞波罗蜜心经的 那个坐 心经的加持嘛 所以他真的就没有看到他 但是呢 他有看到鬼啊 所以他就很害怕 你在那边旁边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那心里就开始恐怖了 一恐怖了 就会怎么样 就会流汗 汗一流出来 就冒汗冒汗 一流出来 那个朱砂波瑞心经 就完全就慢慢的 就融化掉了 鬼就看到他 喔原来你躲在这里啊 那就被他找到了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生恐怖心了 所以什么 就是你动心了 所以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定了 所以我们说你这样 定力不够 就是你会被好的 不好的所影响 但是真正的修行的人 就是说 我们要去看了 就是你要把心定下来 包括你们在那边静坐的时候 有的人 稍微有定力了 一定会有一些的幻象 幻影出现 或者是听到声音 所以有的人一坐下来 哎呀 看到佛了 看到佛的类像 佛了 放光了 帮你磨顶 帮你说法 或者是听到声音了 你就会觉得什么 很欢喜 为什么 自己就觉得 我修行很高 你看 看到佛菩萨 还听到声音了 那你是什么 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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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你真有修行 但是你的心是要 鲁鲁不动 为什么 因为你要照见 他的实相 这个东西 一切相皆是虚妄 反正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有看到相那就是你着相 所以你不要去执着这个相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才没有什么 才不会起心动念 那你才能够安住身心 但是一般的人就是什么 容易着相 所以看好的就很欢喜 那看到什么 魔鬼来了 就开始又生恐怖心 所以你就是有忧愁 所以这就是什么 表示境界不够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师也是一样 打坐 然后经常人家就说 这个帝王闹鬼 鬼很多 他真的在那边打坐 真的鬼就出现了 出现什么 一个断头的鬼 没有头来找他 禅师在禅定当中看到他 你来了 他说 真羡慕你 为什么 羡慕你没有头 你没有头 你没有头就没有烦恼 少烦烧脑 真是恭喜你 我们就是因为有头 想太多了 所以烦恼很多 真是恭喜你 这个鬼吓不掉他 结果就跑了 然后又一个没有肚子 空个肚子的鬼来 又来下他 他又说 真恭喜你 你没有肚子 真的很好 不用为了三餐而忙碌 所以反之你出现什么情节 禅师就用好处去想 然后就不会恐怖 然后这样一讲 结果所有鬼都下不了他 最后什么 就是安住身心 然后那个道长就越来越兴旺 所以我们说万法为心圣 所以真的要做到这个定力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这什么 这才叫做禅定的功夫 所以呢 本来你能够真正做到这样 对外境能够离向 无好无坏 心就不乱 那你能够不乱 这就是定 本来我们自己的什么 灵敏觉性 就是清静的 自然就是在地中 只是你看见外边一切境界 因而你为什么 产生你的思想跟念头 所以呢 见相拙相 因此呢 才会心乱鲁莽 所以我们常说 色不迷人 人是你 酒不醉人 人是醉 就是这个道理 外相的酒或色 本身就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 也没有所谓的它是什么 它是业障 那是你自己执着的才叫做业障 你不执着 人家本来就不是要迷惑你 是你自己什么 自己去迷 自己去迷外境的 所以呢 你能够开见外向一切的境界 心能够真正如如不动 不动了 那这才是什么 才是真正的禅定 定力 而不是说只是坐在那边打坐打坐 外面看似不动 坐在那边不动 但是心就像是什么 好像运动场在马拉松比赛一样 跑得比谁还快 那个就是什么 那就是内心在乱 但是什么 外看向是不动 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禅定 接着下一段 善知识外遗向济禅 内不乱即定 外禅内定 视为禅定 菩萨借经允 我本源自信清净 善知识 于念念中 自见本性清净 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 这一段 慧萨大师又教了一声各位善知识 只要外边对外面能离一切相 你能离这个相 左这个相 这个就叫做禅 内心能不乱 这个就叫做定 外边有禅 然后内心有定 这就是真正的禅定 那在于静明经 静明经就是我们讲的 唯谋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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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谋结经上有说 你能够即刻就豁然贯通 明白自己的本性 这就是什么 真正禅定 那幻王经 菩萨戒经 就是幻王经上也说 我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 所以我们众生的佛性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就具足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修呢 因为你不了解 所以你迷失了 但是当你修修修修到最后你找回 原来用功之后才知道本质具足 本来就没有欠缺 那你就是什么 就是圆满 但是我一定就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的心能够被外境所动摇 所以清净心当中就变成无人的心了 但是我们修行就是要转返为清净而已 把这个念头把它转过来 让心能够如如不动 那这就是修行成就 那各位善知识 只要能够在每一个念的当中 都能够如实的自见 本性是清净的 所以你在你的想法当中 随时都要去观照 就是你静坐在那边 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要去看 修行是什么 观心 观心怎么观 静坐在那边向内去观 向内是观什么 观你的念头 你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因为我现在有打一个 什么 我现在的念头是起什么念头 是念阿弥陀佛吗 或者是什么 又在那边打妄想 坦诚痴慢语 你是在看你的那个心内是什么 你知道他起来 知道 但是你要不理他 因为他什么 这个心内 他的自见本体是什么 是空的 他起来了 但是他会过去 不是说你起来 他一直停留在那里 所以他会过去的 所以你只要照见他的实相就是 他本来就是清净 在清净当中 有时候他会起这个不好的念头 但是你不理他 他就过去 不理他就过去 叫不赢 不去迎合他 但是也不拒绝他 你要拒绝他 你要拒绝他 那就是排斥 排斥就有一个障碍的心理 但是你又喜欢他 那就是贪爱的心 所以要不演不去 你只是看到他念头起来了 我念头 我生什么念头 只是看着他久而久之 你的心定下来 不动了 那个念头干扰不了你 最后慢慢你心定下来之后 那个念头就不会再起来 就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静心了 所以定是从你关你的心 然后最后你就知道 坐在那边 你是什么 清楚知道 我在这边静坐 但是我是内心 没有任何人妄想 没有任何人念头 这个叫做清明觉知 而不是说打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想 空空的 头脑都空空的 不是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空心静坐 那是没办法入到的 那个是绝对不对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观照内心 本来就是清静的 只要静下来就好 你能够这样子去观照 然后你自己去修行 自然就能够成就活到 那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自信本来就清静 因此你不用刻意去增加 想要去增加什么 或者是你要去把它减少什么 刻意要增加善的念头 好的念头 当然那是一个过度时期 但是呢 就像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是什么 加法 加到最后 它还是会没有 那你呢 减法就是什么 你只要想办法 把妄想去掉去掉 但是它有什么 有时候你去不掉 所以不用刻意去增加 也不用刻意去减少 只试得如实的 就知道 看它而已 这样就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活在当下 你能够活在当下 看出你的心 那你自然的妄念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就是禅定的部分 所以呢 第五品 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去修禅 接着 第六品呢 是讲忏悔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忏悔品 第六 十大师见广少 我四方四述 并且三中听法 于是深作告众约 来竹山知事 此事虚从自尽终其 于一切时念念自尽其心 自修自行 见智法身 见智心佛 智度自戒 使得不假到此 既从远来 惠于此 皆共有缘 今可各个福贵 所以 心为传自性 五分法身相 赤寿 胡相 忏悔 那这第六品呢 就是我们讲的忏悔品 那忏悔品就是要教导众生 怎样如实真正的去修忏悔 怎样如实的参攻灭罪 那当时呢 六祖会员大师呢 是在南华市 在南华市 看见呢 有从广州 广州 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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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韶州 以及呢 全国 这个四面八方 用来的一些 读书人啊 或者是一些的老百姓 那大家呢 都一起到保林山 就是保林山 那南华市啊 来这边做什么 要来请法 为听法而来 你能知道 慧能大师呢 是六祖 禅宗的传人啊 因此呢 把握这个意愿 来到南华市啊 想要请法 那因此 慧能大师呢 就升上法座 就是有一个专门 这个 弘法的这个 讲台 讲座上面 登坛的说法 为大众啊 来做开示啊 那慧能大师就说呢 里面啊 这些远从各地而来的 各位善知识 各位大德啊 修 作产这个新地法门呢 作产新地法门 是要从自性中去修 从你的自性当中去修啊 在任何时候呢 念念的嘛 都要保持在正念 念念尽量保持正念 不能有妄想 或者是邪念啊 你有正念在 正念就是自信 自敬其心的 你保持正念就是自敬其心 那你有邪念跟妄想 就不是自敬其心 所以这就是人无的心了 那这个法门呢 是要你自己去修行 自己去行的 别人呢 是无法替你去做 所以这个修行 是你自己的功课 不是别人帮你做的 你自己呢 要去照见自己的法身 法身就是你自己的自性 你要向内去看你自己的自性的东西 你的佛心 找到你的佛心 你才能够成佛 那你找不到佛心 我们讲的为什么呢 佛陀一直讲 不要心外求佛 外面的佛 不是真佛 你去外面拜那个佛像 拜什么佛 就像外面有佛佛 外面的释迦佛 摩尼佛在那边 那也不是真佛 因为那不是你的 那是释迦摩尼佛的 所以你自性的真佛 是在你内心的法身里面 你向外去找佛也不对 你来找师父要你的真佛 师父也给不了你 因为那是在你本质具足 在你自性里面 不是在我这边 你有你的自性 我有我的自性 但是你来找我要你的真佛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也不可能帮你 所以一定要什么 那自己去向内去找出自己的 这个法身的自性 那你呢 照见自己的内心的真佛 真佛就是自己的自性 那我们常讲的自性就是本体的真空 我们简单讲的就是宇宙的真理 自性的话呢 就是什么 作用的妙有 所以法身是什么 真理是无形无相 但是它有它的作用 作用就是什么 就是会变现成了什么 爆身 然后樱化身 所以爆身跟樱化身就是它的妙有的作用 所以成佛才能够度众生 如果你成佛了 那个佛是空的 是无形无相 那怎么度众生呢 那怎么讲经说法呢 所以不可能 所以一定有一个自性 就是真空法身的境界 然后呢 自性就是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自性的佛性 但是呢 自性就是我们有这个相 我们能够什么 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叫做空有一如 所以你不执着于空的单一方面 也不执着于有相的这一方面 所以你理解了 然后空有一如 这才是叫做中道实相义 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到什么 实相实相 中道 这就是中道实相义 理解空的实相本体 也知道自性的作用 这样子你把它融入管通 你生活就知道了 怎么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就睡觉 你不会说只走 一定要在那边打坐 该吃饭不吃 该睡觉不睡 或者是只是一直吃饭睡觉 但是该打坐送经 你又觉得一切都空了 打坐也不用了 佛在心中做 所以很多外面的人都讲 你叫她吃书 叫她拜佛 阿余陀佛 佛在我心啊 她讲的是空的道理 没有错 佛是在你内心 对不对 但是你不修啊 所以那个叫做空心的佛 不是实相的佛 所以你是哪 讲苦头常 這個就是什么 就是完空了 这不对 所以佛法是什么 你要理解实相义的时候 但是你不会执着有 也不会执着空 这才是叫做中道实相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偏你一方面 然后就会跟你讲很多大道理跟你变 吃什么素 拜什么佛 心好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心好是定义在哪里 还有一点点的贪心 还有一点点的自私心 嫉妒 称恨 那怎么叫做心好呢 对不对 那这样大家都很好 原则上没有心脏病的都是心好的人 那大家都成佛了 我们也不用在这边修了 所以这什么 这就是偏见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 你们要自己度自己 那自己要怎么度 就一定要先什么 守持戒律 从持戒开始 然后修订 这样才可以 你能自修自度 自持戒律 那你到这个山里来 你来到这个保林塞来到南华城市 才没有白来这一趟 你们才没有白来 就像可恶居士 每个礼拜天都到赌书会 这边来放上来文法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持戒不修 那你们也是白来一趟 师父讲了那么多 结果你们还是师父讲的是师父的 反正一下子就会过去了 都会空的 这边过去那边就空了 那你智慧也没有增长 所以什么 那真的也是白来一趟 所以他就告诉他们 你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 而来 大家能在这个法会当中相聚 就表示是什么 我们都是什么 很有缘分的 都是什么 在过去是多生多结当中 种下的因缘 所以今生才能够遇到 又相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边 大家能够去在一起 也是过去是当中 就在三宝门庄结缘 那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边 研究六祖坛经 也是我们跟六祖坛经有结缘 不知道大家是哪一师的 这个什么 哪一师的因缘 但是我们还能够在这边 继续圆读 这就表示我们也要跟六祖坛经 有结上这个法缘 所以说你会遇到什么法师 听到什么法 这也都是什么 过去世中所结下的法缘 所以我们说 无缘的话 是不会相聚的 所以大家在这里 一定是有很深的法缘 现在你们每一个人 都又西着地 那我先给你们 这个传给你们 自信当中具足的什么 五分法圣相 然后再传说给你们 无相忏悔的方法 所以大众接福贵 聆听教会 福贵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合掌 左脚 右脚 左地之后 这样常规的一个意思 就是右脚跪地 左脚是一个半蹲的一个方式 然后合掌 这个叫做福贵 这是印度当中 他们的情法的一个仪式 跟一个礼仪 接着 施约 一 戒相 既自信中 无非 无恶 无嫉妒 无贪 贪 吃 无贪 名戒相 所以这五分法圣相 第一个 慧能大师就说 第一种的五分法圣相 是什么 是指戒相 就是持戒 这个戒相是什么 不是戒外面 是什么 是戒你的心念 不是戒外相 所以你自己要什么 要戒什么 自己心里要没有一切的是非 没有一切的善恶 也要没有所谓的嫉妒心 没有贪心 没有诚心 也没有要去什么 打劫 抢劫 或者是要去算计人家 侵害他人的心 这叫做戒相 所以戒是什么 要戒你的心念 不要有这些什么 妄想纷悔 不要有这个不好的习气 这才叫做是持戒 戒相 我们今天会换戒就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从戒心开始 就像我们讲的 杀人为什么能够杀人 从一个起心动念 要去杀那个人 然后就开始 没有停下来 没有把他戒掉 就继续一二三 然后就开始设计 怎么样去 把这个人要怎么样去 这叫做预谋杀 那个什么 所以这个什么 戒当中就是 戒你第一个那个念头器 就要把它断掉 所以这个戒相 是在戒你的心 没有这些心念 心才能够清静 那心清静就能够与什么 与我们的实相 法身相应 所以你要开悟 证悟到这个法身的空性 一定要什么 要清静心才能够跟实相相应 你有这些的 妄想纷飞 跟不好的信念 那你的自信 清静是陷不起来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 戒相是具有的信念 第二个是定相 既堵诸法 既堵诸善恶 敬相 自信不乱 明 定相 第一个是持戒 第二个是定相 定相就是说 当你已经看见一切的善恶 境界 好的境界 要能够不生欢喜心 坏的境界 不起厌恶 恐怖自信 心要能够什么 心都能够不受动摇 保持一个平静的信念 这就叫做定相 所以这就是定住你的功力 你有那个定力 能够不受外界动摇 那我们就是缺少定相的力量 所以我们定力不过 看到喜欢的就高兴 不喜欢的就很讨厌 所以我们说 我们就是经常被外境手转 所以才会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去 去按关照自己 把自己的定力要再提升 第三种是会相 自信能够无碍 常以智慧 观照自信 不照诸恶 虽修众善 心不执着 静善念相 金序 虎虎 孤贫 明慧相 第三种是什么 是叫做智慧相 你就是自己不要障碍自己 为什么有智慧 就是你自己不要障碍自己 什么叫做不要障碍自己 心里 不要老是为了一些事情 在那里什么 钻牛角尖 你心放不下 在那一点事情上 再大的事情 你还是放不下 钻牛角尖 那你就是没有智慧 因为你就是在那里起 无免烦恼 所以你障碍了 有无免烦恼 智慧就消失了 所以那个就没智慧 那你能够不执着他 把他放下 那你心就通畅了 那你心放不下 心就有挂 所以你不去想他 心就真正得解脱 那就是什么 看得破 我们说看得破 看得破就是要智慧 那你能够真的放下 就表示你常常运用智慧 有智慧 才能对峙生活当中的一切 无明跟烦恼 那没有无明和烦恼 那你就是在什么 关照你的自信了 那你在关照自信 就是常处剥裂智慧中 所以这一点就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我们现在要有智慧 就是什么 遇到事情 尽量什么 要赶快学习放下 赶快学习看破 不要老师学佛了之后 听了很多佛法 好像是理解 但是生活当中 境界一来 又被境界所转 放弃了智慧 然后抓住了无明烦恼 这就是辛苦了 好比是什么 清醒的人 我们简单讲 什么叫智慧 好比是我们现在 一个清醒的人 他知道什么 喝酒是不好的 喝酒会伤身体 然后呢 因此有人要找他 请他喝酒 这个清醒的人 一定会完全的回答说 我已经喝醉了 我不能够再喝了 所以一个清醒的人 他知道酒是不好的东西 这个酒的音源一来 酒的源一来 他就马上告诉他 不可以 所以他就什么 先戒掉了 那呢 他就不会喝醉 那没有了酒 这样子就没有了 那呢 他就不会什么 有这个酒后驾车 或者是酒醉的 身体的痛苦的烦恼 这些都消失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 就会懂得什么 要断饿 然后呢 不做一切的饿事 跟饿业 为什么 饿事不做 但是呢 虽然他饿的不做了 可是呢 善事要修啊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要修善 断饿之后 要修善 为什么要修善 修善是什么 是累积我们自己的什么 福德跟资料 所以修行一定要修福德资料 福德不够 你也成不了火 所以我们说成火要福报 但是呢 有智慧的人 当他在做什么 做善事的时候呢 心里要什么 做到不生执着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 当你在做善事的时候 心里要能够不执着 要能够什么 三轮提空 三轮提空的意思 就是没有修善的我 没有你在修善 没有接受的对方 也没有我所布施的物品 或者是什么 所谓的金钱 那你光这样子做 这才是什么 真智慧 跟真修善 所以我们说的智慧 像是什么 要懂得断恶 但是要修善 但是在修善当中 我们要能够不执着 这才是真正的 要清静心 但是我们很多人 就觉得 着在空向上 觉得有智慧了 所以自己 管好自己就好了 该去修善的部分 他又不做 所以他这种 光有智慧 修弧 但是他不修灰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偏差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 扶费双修 这样才能够清静 也才能够圆满 不要像什么 像梁武帝一样 做了任何一件事 善事都记下来 而且要记得很清楚 所以他的心就是什么 放不下 所以因此呢 梁武帝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智慧 那智慧没有 当然就谈不上什么 叫做功德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做了之后就放下 不要老是记着 这样才是清静心 才是真不失啊 那对你的父母 跟师长 还有长辈们呢 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恭敬心 必须要对父母师长 要恭敬 如果呢 长辈们有过错了 是要什么 劝导他 我们的长辈要恭敬他 但是父母长辈 有时候也有不对 比较 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你要是什么 去劝导他 而不是什么 父母师长不对了 你做人家晚辈的 就在那边批评 在那边谩骂 指责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叫犯上 这样是不对的 你知道了 但是要去劝导 规劝就好 而不是你去指导 因为你是晚辈 所以这是什么 这叫做劲上 那对你辈分之下的 对你比较晚辈的 或者是小孩子 你都应该要有什么 慈悲 爱护他们的心 不可以对晚辈 依老卖老 或者是什么 欺压 这些后辈 要有什么 提膝后进 这样才是什么 才叫做念相 所以还有对于那些孤儿 寡妇 独居老人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 弱势族群的人 你要有怜悯之心 要有怜悯之心 物失物品 或者是金钱 去帮助他们 你能够真的这样子做 就叫做智慧相 就懂得什么 断恶也懂得去修善 而不是说我有智慧就好了 我学佛好了 没有烦恼 结果不去做善事 这样子是什么 光修慧不修虎 所以我们说的 修虎不修虎 大象提应我 有福报没智慧 下辈子变成畜生到 当大象 很有福报 穿金带野 但是呢 光修慧不修虎 罗汉应攻佛 虽然你断烦恼了 镇压罗汉国 但是因为你没有福报 出去脱坡 没有人供养 所以什么 这就是什么偏离一边 但是佛法告诉我们要什么 要活会圆满 所以什么 不可以偏持一边 这样大家才是圆满的佛法 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就到这边 祝大家能够智慧增长 少晚上 受处为自在迹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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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小臣